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刺青呢 其实就相当于司长 对 他其实是司长 其实是司长 那因为呢 这里面这个国务卿等于相当于部长 然后副国务卿就相当于次长 所以呢 次青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司长 好 他的这个次青呢 克拉克呢 昨天傍晚的时候抵达台湾 他们有六个次青 有六个次青 不就是身上的次 这次青 是次要的国务卿 对 有六位 六位是司长 对 他其中五位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抵达台湾的这一则新闻 就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美国国务院终于宣布 主管经济成长 能源和环境的次青 克拉克要来台 但是新闻稿上是以调研 已故总统李登辉的名义访问台湾 推估是在克拉克上了专辑后 才发布这项消息 而我国外交部随后也才证实 下午抵达台湾 这回格外小心 大家也晓得国务院的这个次青 是非常高的层级 那我们政府表达高度的欢迎之意 引发疑问的 还有美台经济对华福在克拉克的行程中 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 次青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相关的政府官员也会跟他就这些相关的台内经济方面的这些议题来进行讨论 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些对话 做好所有必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 明天就将举行前期对话也就是会前会 周五晚间总统蔡英文也会在官邸宴请代表团 19号周六克拉克也会出席在真理大学举办的前总统李登辉告别礼拜 好一直到了昨天凌晨的时候 美国才公布了所有的行程 这个行程一公布完了之后 其实就定掉了这一趟克拉克来台湾 就是美台之间政治热到了最高点 但是你也凸显出来 美台之间经济也冷到了最低点 那么这个政治的热跟冷之间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克拉克来台湾的同时 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特别的去跟我们驻纽约的办事处的处长李光章见面 然后午餐会谈说我们要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 然后也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提案说 要帮助台湾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台湾直接的建交 然后接着我们还看到的是美国路透社 特别的发了一则独家新闻 说美国现在已经决定要出售 七项武器 这价值总共高达了新台币2000亿元 所以军售的军售 加入联合国的加入联合国 建交的建交 哇没有什么政治议题 比这一些议题来的更热的了 对好那相对应的是今天早上的时间 今天早上7点多开始 其实台湾海峡台湾周围的海域警报器大作 军事警报 对就是警报器大作是早上的时间 大陆方面也证实这个消息 那台湾的媒体也报导了 就是大陆的国防部宣布 将在台湾海域举行密集的实兵的军演 今天早上解放军的军机从四个方向靠近台湾 不是单一方向 不是只在西南角 西南角有 然后从当面也有 从西北角也好 从北方也有 从四个方向靠近台湾 光是今天早上的 我和陈凤卿我们在做广播那段时间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广播驱离22次 好这些都 国军驱离共军 对就是驱离 就是说你进到了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而且是直接冲着台湾来四个方向 他当然在测试你 这也是石兵军演的一部分 他在预告的我们之前曾经预告过的 从现在开始到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四十几天 大概六到七个礼拜的时间 每个礼拜都会有好戏上桌 那刚刚奉卿讲的那几道美国 美国端端出来的菜 反中大菜 也跟过去我们讲的一样 就是从美国 从特朗普的三月份之后 他开始因为疫情受困 然后把议题设定在反中问题上 美国 整个美国政府天天吃中餐 他们都不去吃西餐 都吃中餐 吃中餐加台菜 对 每天的从早到晚台菜当宵夜 青州小菜 白天的早中晚三餐 全部都是吃中餐 八大菜系通通吃 他每天的上菜呢 都是全套的满汉全席 晚上的配上的台菜的青州小菜 所以你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奉卿刚刚讲的那个基本的调 都大概就是那个样 就是经济上面 你说冷吗 不一定 你要看从哪里来看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怎么会冷呢 台湾都开放美美猪 30个月零以上的牛肉 都开放进口 几乎全猪全牛通通放了 怎么会冷 热啊 台湾通通都给我了 军售2000亿我丢给他 台湾呢 气都不敢坑一声 2000亿就准备要吃下去 怎么会冷呢 冷是冷到台湾自己而已 就国防部最冷 因为国防部现在 连一口话都说不出口 2000亿突然塞到我嘴里 我根本吞不下去 然后还不能够说话 对 今天因为今天早上的时间 CNN的最新的新闻 也证实说 大概就在这两天 他估计呢 美国总统川普呢 大概很快会批诊 最少两件 他估计大概七件都有可能 但是呢 最少会有两件的军售案呢 大概会批定 包括呢 MQ-9B 之前我们讲过的无人机 无人机呢 大概呢 是会批定的 另外呢 有关于暗制的 就是说呢 反舰飞弹 反舰巡航飞弹 大概是会批定的 其他的五项 大概也没有问题 所以之前 路透社的那个报道 没有问题 那个是呢 美国军方放话 所以我们如果 一一疏离的话 我们先来看 克拉克的行程 他凸显的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 一个台美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就 就给你面子嘛 他就是派一个人来 然后秀一场 然后让你知道说 我跟你很麻吉 对 就是我来 就是给你 我有 但是你知道 上国嘉宾 他比较精确的讲法 叫做出厂费 你知道吗 就是你 如果是2000亿军售 出厂费很贵 当然他的出厂 我想出厂费 不会呢 不会只有这个 叫做克拉克的 我很不喜欢台湾一种 极端缺乏自信的 那种的内宣的调子 我们已经听了都麻痹 动不动就史上最高 这吴钊燮最爱讲的 你怎么知道 对 你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有几个字眼 因为被我们用的 用的很腐烂 所以他听了都麻痹 史上最高 动不动就是史上最高 动不动就是台湾之光 动不动就是台湾 No.1 你听了耳朵都长起来 就觉得台湾好厉害 台湾真的是 真的是全球第一 宇宙唯一 好吧 因为不久之前 当卫生部长来 才刚宣传过一波 史上最高级别官员 虽然我们知道呢 他其实做了一个 很烂的卫生部长 而且是来毕业旅行的 除了来台湾露一下脸 你在看美国 有关防疫新闻 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个部长 你什么都看到过 那个部长的名 没有看到过 对不对 他做的很烂 好 根本就应该要下台的 史上最高的部长 刚才又来了一个史上最高 史上最高级别的 国务院的官员 当然所谓史上最高 是1979年以后了 因为1978年的12月 那个时候奉心海很小 大概不知道 你讲的一副 你那时候已经很老的样子 当然 1978年的12月 因为那时候台美断交 中美断交 美国派了他的副国务卿来 他的副国务卿叫Christopher Christopher就是 那个画面大家印象 对 从中正机场 一下飞机之后 被淡洗 然后被群众包围的 然后在躲在车里 不敢出来的 后来有当国务卿 那Christopher后来 升任国务卿 那个副国务卿 是1979年以前的最高级别 之后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次星来 没有错 是1979年 41年来 级别最高的 但是 但是怎么样呢 大家都以为说 他就是师长级 对 然后 而且因为大家都以为说 我刚收纳了你的美租 然后美牛30月0以上 也都开 然后军售我也买 你好歹 就我常常讲的 梁慧王碰到孟子 都会问说 手不远千里而来 何有利于吴国乎 你不会空手来吧 就克拉克 对 我就是空 我只是来看看你爸爸而已 不是空手 他带了很多很多的甜言蜜语来 对 我们刚刚一一来梳理的就是 包括了比如说 联合国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直接的去跟我们的 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 李光章说 美国要加入 美国要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比如说美国的国会的议员 说要提案 要跟中华民国建交 这两件事情 坦白说台湾其实确实争取了很久 但问题是今天美国在这个时候提这两件事情 他是伴手礼呢 还是他真的努力要去达成这件事情 或者他其实就是甜言蜜语 我觉得美国从一个 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操作 向来都是买空卖空的 就是我给你面子 你要给我礼子 就是我给你面子 可以让你做大内宣史上最高 只要冠上史上最高的时候 你面子就很大了 很大之后你就要出厂费 上次来的出厂费的时候 就美术开放 这次的出厂费就是军售 就是2000亿军售 2000亿军售 你要知道今年5月 今年因为疫情年 大家什么东西都停顿 可是今年5月7月 美国各批准了一批的对台军售 5月已经批准了MK48的重型鱼雷 7月的时候呢 爱国者三型的导弹的补充 现在9月平均每两个月就来一批 这批呢更大批 好那这些的动作 你说在政治上面 要让台湾加入联合国 我说实在吧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加入联合国 你一定要过老共贼的这一关 那他现在是常任理事国 他是有否决权 有否决权就意味着 除非在大会的时候 决议案是三分之二通过 不是过半而已 要三分之二通过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真正能够进入 我们做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如果台湾能够加入联合国 台湾早就加入WHO了 你跟WHO都进不去 WHO是联合国下面的一级机构 大家对于WHO的认定的标准 还比较宽松 你跟WHO呢 你都进不去 你想联合国你进得去吗 好那你说 WHO大家已经天怒人怨了 No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 在上个礼拜联合国大会 尤其是大会开会期间 有一个决议案 那个决议案就是 全世界的疫情处理 要以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团结大家的一个领袖 所以WHO还是大家最认可的 处理疫情的一个主要的国际机构 这个决议案 196个会员国 大家一投票出来的结果 哇 169对2 169赞成支持大家拥护WHO 可是只有两票反对 这两票就是美国跟以色列 其实你从那个案子的投票 结果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美国现在的号召力 已经真的大不如前了 如果说当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我也不敢讲说 每一个案子 美国都只能够号召 一个好朋友叫以色列 跟他一起投票 可是问题是 在关键的时候 美国他希望能够说服联合国来支持台湾的话 请问一下他到底还有多少影响力 因为美国 我们最近才刚刚谈过 就是说美国其实全球形象的低落 那影响力的下滑 这跟他的保护主意 你想当一个当大哥的 每天都在 都在喊保护主意 都在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都在破坏多边的架构 都在寻求压迫其他的国家 必须要拿更多好处给美国 他怎么可能会有朋友 那种大哥是当不起 中国人都知道财聚则人善 财善则人聚 你今天当大哥的 你要聚才人因地善 那个是当大哥的基本的逻辑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看到那些的表决 他除了对照 尤其是最近 大家在谈到美国的疫情的时候 World War的那个书已经讲得很清楚 真正在隐匿疫情的 其实是美国 其实是特朗普政府 川普政府 那你之前三四月 带着台湾不断地在修理WHO 你今天回头去看真是荒谬 对 你回头修 就因为发现国际上面 没有人认同 没有错 而且带动了一波 一波的所谓的大外宣 然后甚至于说要罢免 谭德赛 然后说加拿大的哪一个网站 发起了罢免的行动 然后一呼百诺 马上有几十万人联署 上百万人联署 请问你联署到现在 现在人在哪里 谭德赛还是出来 谭德赛没有什么 除了谭德赛出来公开的 攻击台湾说 台湾在许多的地方 在羞辱我 用我的黑色的肤色 在攻击我 而引起了许多的非洲的国家 对台湾的反感 除此之外 请问你留下了什么 就留下了联合国 现在169个国家 支持WHO 也就是支持谭德赛 对啦 所以就美国的 我们常常讲 你现在形容美国 美国的形象 虽然是很巨大的 可是呢 却是很孤单的 他身边站了两个小朋友 一个呢 是以色列 站的比较前面一点 还有一个站的后面一点 有点畏畏缩缩缩 探头出来看的 那个呢 是台湾 就是呢 一个呢 一个巨人呢 拉着两个小朋友 然后呢 孤零零的呢 在前面走 其他人呢 现在都 都禁美国而远之 所以禁美国 就是你也不好意思 跟美国去对抗 但是呢 你要我跟他亲近 我实在很难 所以呢 禁鬼神而远之 禁美国而远之 是一样的逻辑 我禁你是因为 我怕你可以吧 我不理你可以吧 因为跟你缴获在一起的时候 你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现在因为跟他缴获的 只有以色列跟台湾 以色列还有点道理 美国起码保障了 他在中东的存在 起码告诉他说 我支持你 搬回到耶路撒冷去 我告诉你 我否定那个巴勒斯坦的建国权 我告诉你 我还让很多的 很多的逊尼派的国家 跟你建交 对 在台湾 台湾的美国 当然也在玩了 说我要让你回到联合国 让你回到什么东西 身为台湾人 我不是在吐台湾槽 我只是说 台湾在面对这些务实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务实一点 第二个 不要被人家卖了 还帮人家数钞票 美国在玩台湾牌 去年玩香港牌 玩过头之后 香港没有了 你今年玩台湾牌 玩过头 你认为台湾会不会没有 我们生活在台湾 问问看香港人 今年 现在的香港人 会不会后悔 去年香港的情况 时隔九个后悔 好 那如果说联合国没办法加入 那美国自己可以操作的 总应该可以做得到 建交 建交总可以了吧 美国众议院已经提案了 没错 不要光提案 就叫川普直接签了就好了 建交嘛 建交是你办得到的 你就告诉你 不要光是让议员讲 让议员出来讲不厉害 那跟捷克参议院议长来一样 捷克参议院 他是参议院议长 他随便怎么讲都无所谓 何况你如果知道他 你就知道他在捷克 他只是第三政党 虽然是一个小党 因为第一政党跟第二政党都很大 第三小党其实非常小 参议院的议长 其实参议院也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议员讲话 你随便讲 只要你当了行政官 你还敢讲敢做说 大家就比较佩服你 可是议长真的是随便讲 在台湾说他是台湾人 回到了捷克 他就说遵守一宗原则 他就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情感上面又很受伤 那我们光是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捷克议长来 也是史上最大 史上最大最大团 90人疫情当中 捷克最大团 好那这个呢 史上最高级别 史上最高什么 台湾呢玩这种 史上最高史上最大 那种的媒体 我称为就是说 心理膨胀系数 就是你的国家并没有膨胀 但是你的心里膨胀 心里面来讲 一定要自我把自己的心 塞得满满的 好像这样子才能够得到 一点点的精神上的抚慰 那个是很变态的 那表示我们自己的虚弱 可是我们的政府部门 在操作这些东西 在台湾的舆论现阶段来讲 超级有用 可是湘容我想问一下 那所以你就不看好 美国真的会在 选前跟台湾建交吗 也许这个众议员放风出来 只是放个风向而已啊 川普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真的会选择跟台湾建交 你觉得不会吗 最后一招的时候吧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希望看到啦 因为当你要跟 你不希望美国跟台湾建交 我的逻辑跟去年在操作 当然香港是一样的 你玩过头了之后啊 就是物极必反 你玩过头了之后 最后呢 人家一定寄出杀手剑 杀手剑我平常不用 可是当你玩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知道你美国呢 想要去控制香港的时候 我不可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所以呢 港区的国安法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香港呢 基本上从北京的角度 香港就安静了 就平静了 美国呢就撤了 美国的CIA撤了 美国的文化中心撤了 美国的所有在地的力量 英国在地的力量就开始撤了 只剑商业利益在那里 台湾如果说台美真的建交 两岸一定战争 好我们先感谢几位好朋友 其实已经有donate了 这样子 刘婆婆谢谢你的donate 然后小杨阳谢谢你的donate 然后Donald Chen说 你美国都要退了 台湾能够加入吗 是没错了 美国都已经退WHO 美国已经退了三个联合国主组织了 湘荣 这个网友的留言 你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看一看 张璐他特别用donate的方式 然后向你表白 他说唐湘荣 他下一辈子一定要嫁给你 他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他一定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好OK 你要回应一下 好谢谢 受宠若惊 可是我说来 那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选事 OK 非常谢谢温馨劝 谢谢你 我这衣服不是大牌子 我跟你讲 真的不是大牌子 都是那个什么那种 快时尚型的那一种 因为成本的衣服太多了 穿不完 好啦 我这件衣服 我昨天在买的时候 老板刚好还在旁边 他还说他喜欢看我的节目 好来 谢谢大家 然后 巫卫也是说 美国都已经要退群了 请问一下 现在怎么去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 之前捷克出一张嘴 就骗走了台湾五条口罩的生产线 这一次美国刺青要靠一张嘴 骗走什么东西 然后安格鲁说 台湾年轻人都不知道 918到底现在是9月18号 那谭延伸说 国民党没有人真的有政治家的高度 小打小闹 蒸蒸草草 大事大非上 毫无决断 也没有远见 这点我是同意的 好 不过这一次呢 克拉克来台湾 其实最凸显出来 台湾心里头的那一个落差 就是呢 政治热到极点了 我们刚刚出离了几件事情 比如加入联合国啦 军售啦 然后什么建交啦 很多很多的牌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心里头有数 你这个空白支票 根本没有实现的一天 空投支票 还不是空白支票 是空投支票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台湾本来最期待的 也是蔡英文政府呢 从头到尾 大内宣最重要的 美台高阶经贸对话 突然之间没了 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我们最近跟非常多的外国朋友 包括美国商会 不只和美国商会相谈甚欢 18号将登场的台美高阶经济对话 更将由美国国务院次卿 克拉奇亲自来台主持 虽然政府一切低调进行 但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林伯峰证实 已接获美国在台协会邀请 我们是希望BTA能够签署 有利有弊的事 而且美国派的这么高层的真言来 那么台湾应该要审慎应对 工商界喊话 希望台美之间能顺利签署BTA 但林伯峰也担忧 美国来的官越大 台湾能谈的筹码和本钱就越少 既然没什么好谈 包括林伯峰在内 传出好几位工商界大佬 决定不出席 我想应该让英文更好的人去 我是应该是不会参加 那我想这个合作没有所谓的 官越大要的越多 而且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这个克拉吉 可以带这个团来防卫 经济部长满换家 保证各方面都能谈 但会不会洽签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陈安落定前 台美之间很有默契 不露一点口风 没有了 因为连那个高阶经贸对话都没有了 对我们还以为还会 起码会坐下来 来那天喝喝茶 有个会前会 对了就是 那个会前会就是说 给你个面子 大家拍个画面 就是出场费 就跟很多NBA的球星来台湾 他不下场去打球 OK我走一下 你拍一下 然后球在我手段的会 我会滚一滚 秀一下 但是你要我下去 跟你们绝对不要不要 我不下去 我受伤了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 出场费是一样的 那你看到就克拉吉 来的那个味道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在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要开始进到台美之间的经贸整合的对话 不管是FTA或者是BTA 这两者间差别简单讲 就是FTA要受到WTO的架构的限制 BTA不用 BTA就我们两个人讲的算 那你也不用拿那个什么FTA WTO的那套的贸易规范来跟我讲 违反了之后你也不要去到WTO去告我状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就BTA 我们双边讲好的 好那这个呢 克拉吉来呢 该告诉你就是说 接下去台美之间要进到实质谈判的时候 不是你光开放的美株就没有事 那个只不过呢 是你的伴手礼 我收下了 气氛呢 稍微呢 可以了 但是接下去要谈的 每一栋 大家都是斤斤计较的 好这分两部分 其实你会看到 一方面是克拉克 本来大家期待很深的是说 克拉克那么高阶的人来 你就是主持高阶经贸会谈啊 而且他是国务院里面主管商务的 是啊 所以他觉得说 你理所当然要来谈这个 虽然王美华之前呢 就已经先开始淡化说 哦没有没有 这应该是USTR 美国贸易代表署来谈的 那不会是由美国国务院来谈的 可是无论如何 他管的是经贸 你好歹可以先谈吧 结果呢 在公布一行程 一公布完了之后呢 没有 完全没有 就你看到蔡英文政府 上上下下所宣传的那一个会谈 没有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哦 这跟克拉克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呢 AIT趁着这一次呢 克拉克来呢 然后我就邀请了很多的工商界的人士 他没有普邀 他其实是有点名的 对啦 他只有针对特定人 他才发了邀请函 但问题是呢 有几位收到邀请函的 比如说像林伯峰 林伯峰 公总理事长 然后王文渊排座的这个负责人 是的 他们收到了这个邀请函 然后就说不去 当然林伯峰讲的婉转啊 就说我英文不好 让英文比较好的人去 他是叫蔡英文去的意思 他是叫好英文去吧 可是他前面讲得很白啊 官越大可能要的越多 其实那就是会无好会 干脆不要去算 好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克拉奇这次来 当然因为 实际上面负责对外贸易谈判 向来都不是国务院 国务院顶多呢 做做功课 帮忙一些资源的动作 实际上是USTR 美国贸易代代表所呢 在负责 好 所以呢 你要期待克拉奇来呢 去做为美台的 就是说呢 美台经贸的谈判的破冰 那个可能不太适当 那他会对美国国内来讲 会有影响 不过我认为 他可能也预告的就是 这种的高阶官员的访台 不会指导克拉奇 那当然 就是后面 我们说大概每个礼拜呢 大概美国都会有动作 你觉得是11月3号之前呢 是每个礼拜都有动作 还是说呢 即便是总统大选完了之后 都还是会藏有 总统大选完了之后 当然看结果啦 如果说 如果说是拜登当选的话 那第一个 你当美国的总统选举完了之后 那个交接期就会弄很久 那不同的人 你看到 你看到川普政府上台了之后 他不同的人的那个政策方向 有的时候差别还蛮大的 态度差别也很大 所以如果是拜登当选 虽然反中 不过因为他还是要回到 那个就是说呢 全球化的框架多边架构 拜登跟特朗普最大的差别就是 特朗普彻底摧毁了多边架构 他要退出美国所主导的这种的全球 全球化的这种的趋势 但是拜登是会回到那个全球框架里面 这最大的不同 可是在反中呢 是一样的 所以台湾呢 到底要如何去面对 要会怎么对 对台湾不知道 可是呢 对特朗普来讲 我们如果从特朗普的角度 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讲 你要理解特朗普 特朗普 川普如果直接要去激怒中国 我认为效果很有限 因为中国不上这个当 连美国的就说呢 国家政策 政策越开 都曾经公开讲过 就为什么中国不上蓬佩奥的当 他标题都已经告诉你了 就为什么中国不上蓬佩奥的当 他知道你蓬佩奥在干嘛 他知道你蓬佩奥有现金 对 你就在激怒我 就美国都知道说蓬佩奥有现金 对 然后呢 北京也知道 对 那我何必呢 跟着魔鬼的音乐跳舞 然后我如果真的这时候呢 忍不住出来跟你打一架 便宜了你 因为你就是要跟我打嘛 你就是要找我单挑 因此你要直接呢 去激怒中国效果有限 可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如果透过呢 去抓着台湾来激怒中国 非常有效 所以经贸上面 这些工商大佬呢 其实他们现在心知肚明 我们现在战争的这一面 他们其实已经够心惊胆跳的了 那在经贸上面 他们知道跟美国在一起 跑不了好 相反的 说不定美国会压迫着台湾呢 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 这就是工商大佬们 不愿意出席的原因 免得我在场呢 被你压迫 然后这个话压签字 到时候我不知道 要答应你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大家高度期待说呢 我们送了美朱大礼之后 可以换到一些经贸利益 工商业界的大佬 反而清楚地知道 没有经贸利益 可能到最后 会有大量的经贸损失 可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 还是在区域冲突的部分 你刚刚讲了 因为北京不上美国的当 现在呢 他就不搞阴谋 他就跟你搞阳谋 那就是呢 我只要耍弄台湾 因为你中国大陆 非要反应不可 这次克拉克来台湾 我们看到呢 北京外交部 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 就当然是这样讲说 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 美台官方往来 如果只是官方的放话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刚刚湘荣提到了 今天早上 其实我们的国防部 从昨天一路胆战心惊 我觉得以后 国防部的官员 可以写一个什么 就是什么惊恐 72小时之类的 这样子一个书籍 因为呢 一边你看到 美国硬塞给你一堆武器 然后告诉你说 你要当刺猬 你要当堡垒 而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大陆这边呢 动作就开始 全面性的 北 中中 南 全面性的 所有的战绩都出动 其实还没有到全部啦 就整个方向的战绩 通通都来了 战云密布 很危险 对 当然这个是 我也不想去 一直去恐吓大家 让大家觉得心情胆跳 我坦白讲就 两岸的关系 现在当然很紧张 你要说史上最高 这个就是 两岸关系呢 是1979年 或者1958年之后 过去的呢 将近六十几年 是史上最紧张的时候 好 但是 有没有紧张到 就是说呢 可能下一秒就要打起来 我觉得没有 我们看几个指标 下礼拜呢 对啦 我就说 下礼拜我都不敢讲 我们几个指标 你连下礼拜都不敢讲 对 因为我通常说 有几件事情我们看嘛 就第一个就是说 看彼此的军事调动 这个是最直接的 有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还是只是军演 如果说军演呢 那就是 吓唬吓唬你 那制造大家 搞搞气氛 制造点紧张表态 现在大概到军演的层次 大概还没有看到 什么大规模的 这种的军事调动 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你衡量了彼此的实力 没有错 解放军的海空军的实力 大幅的提升 可是要作为 就是说登陆作战的准备 像它的洞西五 之前我们有小谈过的 洞西五的两栖攻击舰 那个盾位非常大 就是说大量的登陆的载体 战车等等 通通进去都没有问题 几乎可以直接投送 一个驴以上的兵力进来 那个两栖的攻击舰 虽然已经下水了 可是还在测试当中 换句话说 它确实是有的 做未来终极登陆作战的准备 要不然洞西五干什么 洞西五只有一个用途 就是要登台作战用的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第三个 你看到双边的一些社会指标 股市还没有涨 台股都还在涨 今天两岸股市都涨 台股都还在涨 货币有没有升 两岸的货币都还在升 而且升得好快 台币升得很快 人民币升得也很快 人民币即将要升破6.5 6.7 好吧那两岸的货币都还在升值 股市都还在涨 社会的就是一般的流动都还正常 就还有很重要的指标 真正内行人就知道 如果这个地方军事很紧张 这个地方的保费一定上涨 运费的保费 对你看到海运的运费的保费 有没有上涨 尤其经过台湾海峡的运费 最近你看到的 就是说股票市场的海运股 都还涨了一大波 就海运股 都只要告诉你 就是说从事海运工作人 还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 大家已经听这种 听这种恐吓牌 已经听很多了 其实你不要讲 不要讲这些人 其实就连我这样长期的观察 两岸之间的这种 情势的一个动态 我也必须承认 现在那个军事上面 这边来那边来的战绩 我已经拿木了 没有错 就跟我们现在看疫情一样 现在我再告诉你说说 现在的新的这波的疫情 非常的恐怖 你不太会有感觉 当我告诉你说 印度呢 才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它现在已经500多万了 那光是今天呢 到今天为止 全球确诊人数超过3000万 欧洲过去一个礼拜增加了 30万是3月以来最多的 法国一天增加1万 欧洲的疫情又开始了 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很恐怖 比你过去1月以来 任何时间点都要恐怖 可是你会很恐怖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麻木了 那麻木是最最恐怖 真正恐怖的是麻木 因为麻木了之后 等到状况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会掉以轻心 我认为海峡两岸现在的问题 最担心的就是这种 麻木之后的掉以轻心 以为说没事啦 没事 你看台湾的民调反映出来的 都是这种的心态 不会打 不会打 真的打的时候 不用担心 美国一定来 美国如果不来怎么办 我们一定可以打赢 就是三三论论的逻辑 可是香隆 我觉得台湾的这一个 现在的民意状态 是一种很调诡的一个状态 就一边呢 其实我们看到 好像大家说 不会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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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那里面 很多有那种 自我壮胆的成分在 因为你会发现说 不只是我们碰到的人 每一天会很忧心的问说 真的不会打吗 真的就问法是这样 问法说 真的不会打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你会看到 并营的媒体 其实也在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用社论的方式 或是用各式各样的 这一些评论文章 其实提醒说 很危险哦 要注意哦 军备要加强哦 然后你看到 美国不断地出售武器 说因为很危险 所以我要赶快出售武器 让你可以武装自己 我想问一下 就如果说是 并营的媒体 这样子的提醒大家 然后美方 也不断地出售武器 除了保护费 保护费的问题之外 就让你在这边 收一点军事利益之外 他难道没有感受到 真的紧张气氛 才要做这些事吗 当然了 就是这种的紧张气氛 是存在的 就像我们前两个礼拜 访问苏琪 你想苏琪 他们这种老先杠 老先杠 因为苏琪 不是讲话夸张的人 就是他都觉得 眼下的气氛 是这几十年 他认为最危险的时候 他甚至认为 就是说11月3号以后 更危险 就11月3号以前 应该大家都会忍住 还不至于轻举妄动 好 那现在呢 我觉得苏琪现在讲话 有一种无力的呐喊 对啦 就是他一方面觉得很无力 可是他又觉得 他有责任要呐喊 我们会陆陆续访问一些专家 希望这些专家 可以提供一些 更精准的态度跟资讯 我说精准的态度 是不夸张的 有的是很夸张的 告诉你没有事 有的是很夸张的 告诉你说有事 有事没有事 你不是光看新闻 新闻的表面 就像上个月的时候 上上个月的时候 全台湾的绿营的媒体 都认为三峡大坝快要垮了 现在呢 洪水也过了 今天还有人谈洪水吗 谈三峡大坝没有啊 会不会明年七八月的时候 再来讲一次 对嘛 就是这样 你就晓得 就是说当下的那种 那种的告诉你 就是说可能快要垮了 它已经变形了 然后那个洪风的 已经溢过去了 下游已经死多少人了 那种的新闻讯息 你要有鉴别力 就像今天的台海 快要打起来了 你要有一些指标 让你做做判断的标准 不能够光看新闻 好 那美国现在呢 这一波所进行的宣传 一方面是对内宣传 第二个就是说 跟他当下的选举的战略 他要激怒中国有关 所以他不止像克拉奇来 接下去呢 同时七项的军兽 大概就最近会落实 同时你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 美国的国防部长 Asper 继续的 Asper在兰德智库的这个演讲 那个演讲很精彩 那个演讲不只是 把过去几个月 就是说美国的海军部 所建构的美国海军 未来的图像 都把它呢 讲得清清楚楚 而且告诉你就是说 我的最主要的敌人 我告诉你就是中国 我最主要的战场就是印太 我的优先战区在印太 然后呢 我们要呢 武装抬台湾 要Fortress Taiwan 要把台湾打扮成一只刺猬 你循着这个逻辑 两个概念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的我们 你必须要基本认识 我一直认为 美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努力的 让自己亚洲化 在这增加自己的亚洲认同 让亚洲的国家接纳他 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非亚洲国家 来管亚洲的事情 但问题是他不给亚洲国家任何好处 他只要求亚洲国家武装起来 对付中国大陆啊 这就妙了 就是说这个呢 是另外的一个矛盾的地方 我们待会讲 他没有好处给任何亚洲国家 可是他目前呢 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你看他 他这次卖给台湾的军品 过去我们常常骂呢 美国呢 美国骂卖给我们烂东西 都已经是要淘汰报废的东西 现在就不是 我告诉你 现在他卖给台湾的军品 大部分都是现役的 有很多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好 那要堡垒台湾 可是当你听到呢 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反共堡垒 我头头皮就发麻 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反共堡垒的时候 跟台湾过去把金门打造成一个反共堡垒 是不是一样 台湾呢 两岸一定会交战 国共内战的时候呢 台湾要让战火在金门发生掉到台湾 所以把所有的重兵呢 摆在金门的墓地 美国过去质疑蒋介石说 你为什么把部队呢 摆在呢 摆在离大陆这么近的地方 那个很难守 因为只有这个样子 台湾才不会有战火 美国呢 现在他要回到亚洲的时候 他要把台湾打造成的反共堡垒 就是呢 战火呢 在台湾不要烧到我身上 那他这样子为什么他还要大举的建海军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这个新闻里头你看到说 因应中国大陆的挑战 美国宣布海军大扩边 所以他们说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威胁 印度太平洋地区呢 军事的首要战略 所以呢 你刚刚讲到这个国防部长 他就讲说该地区不仅跟全球贸易 还有商业呢 是重要的枢纽 而且也是中国整个大国的竞赛的中心 所以 所以他就让台湾四位化就好了嘛 他还要扩海军 那扩了海军就可以来台湾 帮台湾防守了 对啦 当然他的船 船舰本身呢 也有了泰湾的需要 他这个东西是循着 两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到的 中国军力报报告 你还记得就是说国防部发布的那个中国军力报告 那个中国军力报告 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吹上天了 就高估到外太空 对 就已经吹上天了 就是中国呢 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呢 编制最大的呢 海军的船舰 他们的船舰比我们都还要多了 已经三百多艘了 讲到这个样子 你再看到他今天的这些动作 他中国军力报告里面 对中国的海军力量的吹嘘 无非要铺陈他今天要宣布 美国海军要扩边 诶 答案揭晓了 无非就让海军的扩边 有一个师出有名的 你看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告诉你了 中国的海军呢成长得这么快 而且他的船只比我们都还多了 我们海军还不扩边吗 当然再来就是说 美国的美国陆海空的三军 要预算的时候各有各的招数啦 那海军当好一阵子呢 没有一些大的案子进来的时候 那你那些跟海军有关的那些 那些军火商怎么办 他当然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一些钱要过去嘛 海军的扩边是合理 最重要的是 因为美国是个海权国家 他对于所有的 所有的军事力量的角力 他最终他信赖的是他的海军 他不是他的陆军 他最终信赖的是他的海军 所以看到用解放军的现在航母呢 有两艘 然后呢 他的这些呢 这些的神盾舰呢 现在像下轿子一样 那东西五的两栖的攻击舰呢 也就是 解放军的海军的实力呢 确实在最近几年成长是蛮快 但老实讲 跟美国还差得远 好 我们来回应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 Alice Lee 他谢谢你的Donate 他去年10月第一次自由行 从北京到台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从猫空的身上 对呀 我前两天还想到去猫空 好久没有去喝茶了 谢谢Alice Lee 他告诉我们大家 其实大陆人大多数 其实不要在战争 当然 谁要在战争 何况呢 说中国人干嘛打中国人 好来 甚至正 应该是正甚至 他说 美国是来求和的哦 胖说 他好爱龙哥哦 好来 Gin Dan说 他希望这辈子就可以包养你 这样子 杨杨 我要露腿吗 好来 好来 Joyce Anna 唐骁龙 他爱你 他说你是国民老公 这样子 重庆Joyce 今天是他生日 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 好来 然后 冰轩 说主持人快点 买点黄金 买点黄金 不要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 然后张哲说 今天台湾股市暴涨 小粉红 别幻想武统了 好来 Alan Lau说 大陆不是在操作仇台 好 然后周迈克说 您当台湾民主儿 美国民主儿 不做马列共党奴 只是我们是儿还是奴 都不知道 好 不过我们回来一个话题 就是 这在全世界的企业界来讲 它是一个重大议题 是的 指标性的议题 就Tito 美国总统直接对准了Tito 说 你一定要卖 你如果不卖掉的话 我告诉你 Tito在美国就不得生存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出现了几次的峰回路转 一开始的时候 Tito可能会卖给微软 微软因为最财大气粗 可是因为中国商务部 它定了一个 限制出口的一些 相关技术目录 而这个技术目录里头 把Tito里头的演算法 包括进去了 这使得微软没有办法 完全的买下Tito 那这时候就冒出了 另外一个买组 叫做Oracle 甲骨文 到底Tito会不会 跟甲骨文合作呢 就不是说不是卖哦 只是跟甲骨文合作 过不过得了白宫这一关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字节跳动 暂时接受美国财务部 对于并购案的条件 而CNBC则是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 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一到两天之内 做出决定 财政部的新条件 包括甲骨文 必须拥有控制TikTok原始码的所有权限 确保字节跳动 无法开后门 取得美国使用者的资料 而并购之后的TikTok总部 也必须设在美国 并且要成立独立董事会 还有国家安全委员小组 成员还必须由美国政府批准的公民组成 并且由数据安全专家担任主席 好 现在这个案子到底呢 成或者是不成 现在的案子已经从原本的并购案 转成现在的是叫做合作案 可是呢 川普其实在前一天呢 媒体问到说 现在不是并购哦 现在是合作哦 现在美国Oracle这个甲骨文是没有办法把整家公司买下来哦 这样你会满意吗 川普回应的时候说 哦 这不符合我的意思 我先要去听简报 听完简报之后我再来做决定 卖不卖得掉 或者合作合作得不了 因为美国的政府部门 现在有关于TikTok跟Oracle所达成的这个技术合作案 技术合作呢 其实他们只合作一小部分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 对 就是呢 TikTok还是在美国 还是过他的TikTok 那年轻人还是用他TikTok 那但是呢 有关于呢 美国在质疑就是说 你这个呢 不符合这个安全网路的这样一个标准 好那没关系嘛 那我把所有的数据的业务 换句话说呢 年轻人在美国上网跟储存呢 全部都由Oracle呢 去处理 那OK了吧 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呢 就是演算法 我呢 就只是做个生意 我呢 仍然是最大的股东 赚了钱呢 我仍然最多 那我基本上呢 借助于 由Oracle呢 来提供我网路数据业务的服务 这也是Oracle的专场 很好啊 我形容就是说呢 TikTok呢 TikTok的像是注音台 微软呢 像梁三博 甲骨文呢 像马文才 这形容还蛮像的 就是马文才不见得家里头钱多 马文才主要是背后的势力 当然啊 逼着我一定要嫁 可是我爱我的梁三博 其实我觉得TikTok也没那么爱微软 对啦 最少就是说 他在跟微软 微软开的价格也高 那可能谈的合作比较全面 而且微软最少跟川普没有这么近 甚至跟川普是很敌对的 你看在WHO那件事情当中 就知道了 就是基本上面 微软的老板Bill Gates 反映的是科技界一般 对于川普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Bill Gates很看不起川普 是的 因为 尤其这一次疫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Bill Gates呢 他自从没有继续的担任微软的董事长之后 他所做的公益活动里头 很多都是跟这一些非洲国家的这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其实对于传染病是有很深入的研究的 对 他投入这个就是说呢 全球的公卫的这些议题上面他投入非常多 那他有钱嘛 帮了非常多的忙 他不是有钱 我觉得他把他所有的心力全部都投入进去 他学习很快的 你注意他最近几年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跟这有关 他在Tech上面的演讲其实都是跟传染病有关的 而且他在告诉你就是说温室效应会使得越来越难预测的传染病 一波接一波 好 所以基本上面只要是从事科技业的 跟智力有关的大概对川普都很不满意 都认为这个人是反制的 就像最近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那个科学人杂志 175年来第一次公开表态 这次总统大选我们支持拜登 这个杂志在美国175年全球可以说历史最悠久的老牌的科普刊物 175年来他只谈科学 他从来不做政治表态 今年他第一次表态 他说我必须要支持拜登 因为特朗普是反制的 你看他对温室效应的看法 你看他对疫情的看法 他是彻底反制的 一个做科学人他没有办法反制 好吧 那当他们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关键在于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政府部门释放出来就是说 当Oracle跟TikTok谈成了一个初步协议的时候 两个人不容易啦 因为你就算嫁给马文才 你还得要经过双方家家长同意 现在双方家长都有意见 女方的家长有意见 男方的家长看起来也有意见 所以我光听川普那样讲话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交易案会不会成 我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概率认为 白宫不会同意 我还是认为最终得要卖得成才行 那这个是因为 这个川普所设定的期限是9月20号 其实今天是9月18号了 就这两天他非得要做决定不可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CNBC说 未来36个小时就会做决定 因为期限都已经到了 Oracle的这个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确评中心 为什么我们说他是马文才 Oracle老板呢 其实曾经利用他的豪宅 然后为川普来募款 我讲那件事情大家印象很深刻 当然募款的那个场景 因为都牵涉到这些大亨门的隐私 所以当时没有影片 可是他利用自己的豪宅 然后跟川普非常muchy的 这一个募款的这个画面 让大家印象深刻 现在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合作 白宫不满账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我为什么会比较有信心 你要知道财经圈什么人没有 就是律师跟会计师特别的多 他们就开始设计了 层层层层的一些方法 我把你美国业务先拆分出来 拆分出来了之后 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然后跟你原本的 自己的跳动公司 母公司完全的脱离 脱离完了之后 我这一家公司 美国人至少拥有60%的股权 然后最重要的是 由美国人来担任执行长 担任董事长 可是那40%的股权谁来负责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中国在乎的是你的核心技术 演算法我要掌握住 我绝对不出售 我不会同意出售的 那可是呢 美国能不能掌控得到 任何一个演算法 就看这个假股的老板 能不能说服得了川普 对就这些 因为牵涉到很多的 很多的合作的细节 那川普所考虑到的是 他政治上的面子 我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我是一个非常政治的动物 我非常用政治的角度 尤其在距离选举40多天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 让TikTok用这种合作的方式 跟贾古文达成任何形式的合作的协议 而且我点头了 其实跟我这大半年操作的 那个反中的那个大气氛 是背道而驰的 再来就是说 所以你用政治直觉认为 川普咽不下这口气 对 第二个就是说 对川普来讲 我如果呢 不把你TikTok给杀了 我南销那场造势大会 被你毁了的那个恨意 你觉得他记恨到现在吗 你从那场的造势大会之后 我们不就公开讲过说 TikTok完了 对 你隔了半个月之后 TikTok就出事了 他是一个超级记恨的人 即使我们每个人 稍微有点概念都知道 那跟TikTok没有关系 那是TikTok使用者的问题 对 好但是呢 因为TikTok冒上台面 被看到了枪打牲头鸟 那我总不可能去抓那些年轻人 我就能针对TikTok 你们喜欢玩TikTok 我把他杀了 我杀了TikTok之后 你们就不用玩了 所以让那些年轻人 年轻人本来很兴奋的办party 然后庆祝他们 把川普给搞惨了 川普要把你搞惨更容易 我把TikTok杀了 你们就通通都不用玩了 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觉得Oracle 在处理跟TikTok的合作的时候 他们是各取所需了 就是说让Oracle也可以得到好处 TikTok也得到很大的好处 但其实如果合作案这样子谈的话 唯一没有得到的好处的是川普 可是Oracle是川普很重要的金主 唯一的逻辑 唯一能够说服我自己的 就是说这个案子川普应该会点头的 就是凤奇讲 全世界都知道 Oracle这个老板 是美国叫得出名号的前十的科技业里面 最支持川普的 唯一一个支持的 公开的 赤裸裸的公开支持川普的 其他的没有了 其他的你说的尖牙骨 每一个都躲川普躲得非常远 甚至于公开的反对他 那因为这个原因Oracle他不是光出一张嘴支持你 Oracle是从2016年呢 就是赤裸裸的敲锣打鼓帮你募款 而且到现在为止 美国稍微知识分子阶层都看不起川普 可是Oracle的老板呢 基本上面呢 他的心都没有变 一往情深 如果说要说服川普的面子 跟他的愤怒 你用这种层层包装的方式 就算没办法说服得了川普 那这个时候甲骨文的做法会不会变成 那我说服你川普 延后决定这件事 有可能啊 就是 延后到总统大选后啊 不急在这个时候 OK 那就再拖 那拖的话当然就是说 他失去了 对川普来讲 他失去了杀甲骨文 杀TikTok的快感 他本来是要把TikTok拖出来斩了 之后那个又是 又是一种的政治的宣传 我连TikTok都把他杀了 这个是现在全球下载率最高的APP 他已经呢 已经比Facebook更红了 同时呢 他的会员数呢 成长非常的惊人 他的实际的活跃的用户呢 非常的惊人 因为这些原因 我把他杀了 你知道那种的 那种快感就是说呢 借着杀TikTok来凸显 他的反中的那种的情绪 以及让那些年轻人说 啊你把我最心爱TikTok杀了 那个感觉我相信呢 是还蛮过瘾的 但是如果他要考量到Oracle 这时候就说 就看Oracle本身的游说能力 也在考验Oracle到底 跟川普match到怎么样的地步 如果能够拖 那你知道Oracle的游说 仍然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川普出来 就直接的说 这个呢我不同意 那你就知道 就算是Oracle的交情 也没有用 不过这也就凸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过招 对 中美之间的过招呢 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你看到呢 中国大陆现在 已经开始在研究 全方位的研究 有多少的这一个 科技技术 可能会被美国掐着脖子 我们看一下 那个卡脖子的这个新闻 我记得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这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白春林呢 他自己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就自己形容说 我们现在在盘点所有的技术 我告诉你 从天气 从外太空 然后到我们生活周遭的 每一件小事情 然后包括了这个什么 购物研发 然后呢 包括了很多的这些技术 他们现在都在列清单 我有没有哪一个小环节 可能会被卡住脖子 我必须形容就是说 比如说当初我在形容 用卡脖子来形容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制裁华为 然后还有采取的那个 最严格的制裁禁令的时候呢 我就形容说 那个叫做卡脖子 因为我才想不出 更好的形容词 现在我发现两岸 都用这个方式来形容 对 就是把你的脖子呢 就架着嘛 让你越来越难呼吸 那你的命呢 就在我的手上 所以科技研发这件事情 两岸现在都在 中美都在备战状态 他不只备战 我觉得他反映的是 反映的是中国 反映的是中国 对美国 接下去 他对美国在过去40年 所建立起来的信任感 崩溃 就是他不会再相信美国 所以不管谁当选 对 这个去美化的路 只有更快 不会更慢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从1979年之后呢 中美建交了之后 其实中美之间呢 是过了一段呢 非常幸福快乐的 王子与公主的日子 现在要离婚了 对 那个时候呢 中国没有这么强 美国呢 也希望把中国 再拉起来一点 可以让他多个筹码 他喜欢玩平衡游戏 可是呢 当中国呢 在21世纪呢 开始呢 突飞猛进的时候呢 美国开始有不安乐 双方面的摩擦呢 就开始多了 如果用夫妻结婚来讲 就是说呢 太太赚的钱 比我多了 压力很大 大家反而呢 没有觉得日子过得更好 所以大男人主义是很高的 我们只是顺着 顺着你刚刚的比喻啦 好 那就是这种的情况 但是他真正的关键在于就是说 今天 当中国 已经把过去几十年 对于美国的信任 我不会再再相信你 因为你这次摆明呢 就是 你要我死的地方呢 我得要马上去上吊 你给我的毒药水 我马上就要喝掉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列的这十项的清单 不见得只有这十项 可是他反映出来就是说 我不是只有现在5G的问题 我不是只有TikTok 我知道你的态度呢 接下去呢 随便点名我的任何一项的企业呢 你都会要我的命 我每样的东西呢 你说要 你说要 要去 就是去中化 不用 我自己来去美化 与其等你来去中 我不如自己去美 所以 当然接下去我们要看 中国大陆如何去落实 这种呢 把脖子上面的这样一个 一个圈套要能够解开 因为你势必要有很多的经费 很多的科研 很多的企业 你要进到呢 袁世凯的小战练兵的状态 你们要各自都去小战练兵 从TikTok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正是介入到一个企业的买卖 其实已经再怎么样的声都不过了 我说实在 像我们就最近在谈WTO 老实讲 如果WTO现在可以运作 我TikTok去告你 我就不相信告不成 但WTO已经死了 那当然了 就是WTO死了 所以 美国就是要让WTO瘫痪 瘫痪了之后 没有人可以制裁我 所以TikTok 它之所以要卖 以及卖不掉 其实都是政治力的介入 然后你也看到了 就是从半导体 卡住了中国的脖子之后 中国从此在任何的科技上面 都不会再相信美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几位好朋友的这个留言 Artina 谢谢你的Dom 她说习近平决定交易成败了 全球都以为48小时之内 就能卖给微软的时候 习近平一遭致命 微软白贷款了500亿 然后利息也就浪费了 然后Mitami说 谢谢你的Dom 她说两天前的新闻联播里面 就直接报导说 韩正去了武汉的华为基地 就实际上说 美国放话说 拼死也要反抗到底 好 谢谢John Hugo的表白 谢谢 肉明煎饼说 然后说我搞错了 说大陆是不能够让自己的企业 在外面被强奸的 当然是 强卖 这个强卖 当然不可能 Mike I说 麦德成也是要入川普口袋 然后Mitani 谢谢你的Dom 她说今天纽约时报 这么评论她说封杀华为 他们这样虽然让全世界看到美国技术封杀的实力 但这将让那些国家有增加自己能力的动力 当然 现在中国大陆在做的事情就是如此 美国地位将再也不会是坚不可摧 因为如果美国的优势继续下滑的话 对于华为的斩首将会是美国对全世界技术企业影响力的高峰 说得很好啊 从此以后就走下坡 说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面 它还算是诚实的 对不对 Mitani谢谢你的这个Domai 好的 我们要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你看到已经多了一分多钟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大家say bye bye了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千万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风向龙 风沛 再会咯 yahoo 我是谭亚龙 我是陈凤馨 我今天不是带风向 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风向 对 那就是呢 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都可以在所有的Podcast的管道 包括了Sommark Spotify 还有Google 以及Apple的Podcast上面呢 收听风向龙奉沛 嗯 什么是Podcast 就是几乎等于是广播了 而且是随选随听 对 就是随选随听 那完全没有任何的时间地点的限制的广播 没有错 就是以前呢 你听广播 你要锁定一个频道 然后等候一个时间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到 才能够听得到 现在不用 而风向龙奉沛呢 我们每一个礼拜 会把国际 国内的所有的大事情呢 一次地为大家解释清楚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其实我的少年法官经验告诉我 就可以改变小孩子了 其实不是 能力的法律 因为是功能拥抱 不可以把人拥抱 这个孩子的话 学业成绩不好的话 爸爸严格地用藤条打他 他的脚上还看得到去年 他爸爸打他 但是他的 对 痕迹还在 比如说孩子曾经有自杀的经验 可是他吞了安眠药以后 睡了两天 两天以后醒来 没有人知道他自杀过 好可有可恶的人啊 对 真的 法官不知道 吃完那个精神科的药啊 我都会觉得 你看我每天都 满满满的感觉 这经济是恒气 我是曾温成 我们是少女法官 每公司中午十二点半 法官好证就在YahooTV 准时开庭